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主题是 吴王夫差何之谜 在上海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一件 制作极为精美的青铜器 它的外形啊 很像我们寻常百姓家用的茶壶 有壶嘴 有提梁 有壶盖 就是没有瓣 不过多了三条腿 它这规格呀 高呢是27.8厘米 口径呢是11.7厘米 附近呢24.9厘米 这大小真跟我们寻常百姓家用的茶壶差不多大 不过它有4.3公斤重 作为茶壶的确重了点 它的制作非常讲究 它那提梁啊 做成龙的形状 而且中心镂空 上面缠绕着很多小龙 那花纹啊 细如发丝 制作极为精美 而且它历史悠久 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那么这件制作精良 用料讲究的青铜器 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对此 专家们意见并不一致 目前呢 大家还是基本认同 最初专家给它的命名 叫盒 这盒呀 是中国古代这些贵族啊 用来调酒的酒具 可有专家认为啊 这个青铜器 那可不是日常生活的用品 而是祭祀的礼器 从这个用料的讲究和制作的精良来看 很有道理 那么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它对原初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得回到它流转的过程中 去追溯它的来源 也许就能够知道它的用途了 说起这件青铜器的这个流转过程啊 还真有点传奇色彩 这时光啊 就得倒回到1995年的年底了 这上海博物馆的馆长叫马成元 和一位副馆长呢 来到了香港 在一个著名的古董街上 看起来是在闲逛 实际上它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在这些古董店呢 淘些宝贝 因为这上海博物馆的新馆刚刚落成 需要一些展品去补充 可这马馆长和这副馆长啊 在街上转了一天 没有发现什么值得他们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有价值的文物 就在他们两个人略带失望的准备离去的时候 在一家古董店发现一个秀极斑斑的青铜器 这马馆长啊 这马馆长啊 上前把这青铜器捧起来仔细端下 就发现嗯 这是个宝贝 因为这马馆长啊 他是青铜器鉴定专家 他一眼就看出这个青铜器啊 那是春秋时期的东西 更令马馆长惊叹的是 在这青铜盒的尖上 也就是青铜盒那口 这边缘上呢 发现了十二个名文 这马馆长啊 不但是青铜器鉴定专家 也是古文字专家 很快就把这十二个字辨识出来了 这十二个字是 吴王夫差吴金柱 女子之气急 意思是啊 我王夫差用吴伯的青铜 为一位女子制作了这件青铜器 看到这之后 这马馆长就惊呼了 天呐 王夫差的东西 这可是国宝啊 我觉得这马馆长啊 犯了收购古董的大忌 你说你发现是宝贝 你别惊呼啊 你这一惊呼 这价钱呢 就砍不下来了 这马馆长和这古董商啊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双方最终 大乘一致以一百五十万港元的价格 成交 可是这古董商又提出要求 说必须在十五天之内 货款要到账 否则呀 这青铜器 我就处理给别人了 这都一九九五年的年底了 你说让马馆长在十五天之内 他哪找这一百五十万元的港币去呢 就在马馆长不知如何是好 无能为力呀 眼看这件宝贝呀 失之交臂的时候 这个情况啊 让香港一位大商人 著名的慈善家 叫何鸿章 听说这消息了 他问明情况之后 立刻拿出一百五十万元的这港币 把这吴王夫柴盒呀 就收购了 收购了之后呢 转手就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